安利義軍人被發場戰 地主希望周婕瑜交手中國小將韓宇 雖然比在前半段一度緊咬戰局 但衝球狀況不理想 在輪流開球的賽制下 更顯地捉緊見走 掌握不了主導權 大眼妹只能等待機會出現 好不容易第十局衝球有盡 但處理五號球 打底袋卻發生失誤 也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面對狀況極佳的韓宇 又沒能克服自己的心魔 周婕瑜輸得心服口服 但整體來看 大眼妹現在二十四強 立刻中國名將劉莎莎 接著又擊敗了世界第一的陳思民 仍值得大家好好鼓勵 也期待下回 周婕瑜能捲土重來 一雪前翅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至於在喝